结束午宴之后 中国总理李强下午转场到雪兰的额麦 和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一起主持 东海岸铁路车站的动土仪式 他提到泛亚铁路构想 表示愿意和我国一起研究 东铁贯通中辽铁路和中泰铁路 将北京一带一路倡议 扩展到整个东南亚 是的 安华则是强调 作为马中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东铁项目必须迅速推进 也希望本地和土著承包商 都能参与项目穷中火矣 造价502亿7千万令吉的 东海岸铁路计划 今天迎来别具意义的一天 第一次有中国总理到访 建政工程动土 首相安华今天和中国总理李强 共同为雪兰额额麦综合总站 主持动土仪式 李强在致辞时强调 和我国合作开发的东铁计划 是一带一路倡议的 旗舰项目 希望这条铁道可以成为示范路 促进沿途地方发展 促成区域合作 中方愿意和马方一道 积极研究 东海岸铁路 同中邦铁路 中泰铁路相连通 让泛亚铁路中线 从构想成为现实 更好地推进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建设 为提升地区互联互通水平 深化东盟共同体建设 发挥更大的作用 安华也形容 这项工程是马中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感谢中方提供技术转移 帮助本地业者提升技术 他强调 东铁计划是公平发展的标志 特别是在竞争力比较弱的区域 因为这种大型基建工程 能激发东海岸周属的经济潜能 我们以下可以向社会 全部联崎建工程 权盟共同体的联崎建工程 对于新闻联崎建工程 例如新闻互联崎建工程 部长者做公的公司 和公司的公司 最终的公司 从国家企业和国家企业 随着俄迈综合总站动工 从吉兰丹哥达巴鲁到许兰儿 俄迈的东铁路线 有望在2026年12月如期竣工 那截至上个月 东铁进度已经达到了67%了 从哥达巴鲁直通巴生港口的东铁路线 全长665公里 有20个车站 而俄迈综合总站站地超过8公顷 接下来还会和格拉纳在野干线的 俄迈青快铁站连接 方便乘客往来 八度空间陈欣仪 徐兰儿俄迈报导